大家好 我现在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夏河县 刚刚带大家转了拉布勒斯景区 以及著名的桑科大草原 已经是下午六点准备去吃饭 这周围有很多的美食 这边是大夏河 周围都是密密麻麻的建筑 群山环抱 这就是拉布勒斯 中间还有一座金塔 就像像了黄金一样 我准备到同心广场那边 去吃牛肉面 从这边的站道下去之后 沿着大夏河走 差不多要走1500米左右 才能到达同心广场 那边就属于夏河县的县中心 大家看一下 这周围啊 好特别的绿 而且上面长了松树 还有这边 有很多人在这边野餐 刚才啊 还有看到婚纱摄影的 这边的风景啊 也特别美 夏河县的平均海拔 在3000米以上 所以昼夜温差比较大 这个时候 在8度左右 我穿的挺厚的 在拉布勒斯旁边 有一个大的停车场 小车10块 大车20 看一下牌子 这里距离桑克景区 约13公里左右 周围的大殿啊 金碧辉煌的 这儿还有一次桥 我现在是由南向北走 我左手边啊 就是拉布勒斯的西门 沿着这个方向走 是东门 东西门之间相距1000米 准备从西门 进入到寺庙里面 然后从里面走 这就是通往 拉布勒斯的一座桥 桥下就是大下河 这有一座金塔 拉布勒斯拥有着 全世界最长的转经道 全长大约3.5公里 转一圈啊 需要1.5个小时 一共1700多个转经筒 非常的壮观 在转经道的路上 还发现了一只山羊 一直在这里吃草 它下来好像上不去了 只能在这里吃了 从拉布勒斯的西门进来了 我手里是有票的 就沿着寺的主街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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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终于从拉布勒斯的东门出口出来了 一千米 前面再走五六百米就到童馨广场了 这就是扎西齐街 街道上美食超市 酒店 宾馆 一应去全的 而且出租车也比较多 还有这种电车可以骑 我现在来到了十字交叉路口 中间的主街就是扎西齐街 周围好多的大酒店 宾馆 美食超市 一营俱全的 看一下我身后就是童馨广场 周围都是绿树环保 还有这种金色的叶子特别漂亮 这有一个亭子可以坐下来休息 这是一个平台 上桥看一下 这座大桥 桥身上有石狮子 颜色特别的白 像是新雕塑的 看看周围 这下面就是大夏河 周围群山环保 绿水青山 看中间 还有一尊 好像是铜像吧 非常的壮观 下面就是大夏河了 正好打开手机 搜一搜附近的牛肉面馆 发现周围有很多的面馆 在斜对面有一家 就在对面大酒店的旁边 从这绕过去 准备吃面了 高烤必胜 吃一碗牛肉面 两碟小菜 再加一个蛋 点完了 准备去拿我的牛肉面 在这呢 准备要毛细的 我的牛肉面正在拉着 已经闻到香味了 我的牛肉面出锅了 加了点辣椒 我的面菜蛋上齐了 准备开吃 嗯 闻上去好香啊 这次又吃的是毛细的 有助于消化 而且这个汤汁啊 完全能够渗透到面里头 搭配两碟小菜 简直就是美味 再尝尝油焖辣椒 还有土豆丝 还有一个蛋 皮扒完了 嗯 好吃 这菜面蛋呀 又全部吃光了 又到了喝汤时刻 满满一大碗 准备一口喝掉 这一大碗汤 又一口喝下去了 高考必胜 准备走了 吃完饭 准备离开牛肉面馆 我住的宾馆啊 就在同心广场 与拉布朗寺中间的路段 从这儿啊 差不多要走五百米 一边走路啊 一边在想 明天去哪儿 大家也可以留言讨论 这个视频啊 就拍到这儿 结束了